番茄绝对是咱们种菜党最喜欢的蔬菜之一 不管是种在后院的地里还是种在阳台的花盆里 它一定是咱们夏天菜篮子的主角 这期视频我就主要针对番茄的种植方法 田间管理以及注意事项来做一个总结 希望对想种番茄的朋友有所帮助 想要种好番茄就要先了解番茄的喜好 最早的番茄起源于美国的西南部 后来西班牙人把它引入欧洲并且传开 所以番茄毫无疑问是喜欢热的植物 在美国番茄最大的产地是佛罗里达州和加州 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5-30度 每天至少要6个小时以上的光照 种番茄还需要足够的耐心 它们的成熟时间大概60-90天2-3个月 这个成熟时间指的是从种子种下到第一颗果实收获的时间 比如著名的品种early girl它的成熟时间大概在60天 另外一个著名的品种beef stick需要大概90天成熟 所以大家在选择番茄品种之前一定要考虑到当地气候特点 如果您所在地区夏天很短 或者您错过了最佳的种植时期 那么可以选择早熟的品种 还有一点在您种番茄之前需要了解到的呢是 番茄有上万个品种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矮生形一类是慢生形 矮生形的番茄非常好管理就像灌木一样 平时不需要修剪也不需要搭架子 只要及时的剪掉枯枝烂叶就好了 它们的果实都是一起成熟一起收获 去年我曾经种过这样的番茄 种子是在一元店买的 或者您可以在您的种子包上看有没有determinate这个字 正因为矮生形的番茄品种是一次成熟一次收获 所以若是选择了早熟型的矮生形品种 那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种植番茄的时间 比如著名的西伯利亚番茄和曼尼托巴番茄 对于慢生形的番茄 我们需要搭至少1.5米高的架子 平时还要注意修剪以免疯涨 还要结合剩下的收获时间来进行掐尖 管理起来稍微麻烦了些 但是它可以一直结果食到双冻之前 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番茄都是慢生形 今年我在院子里种的4个品种也都是慢生形 下面来说一下番茄的种植方法 第一是coser种植法 目前市场上没有转基因的番茄 所以我们在超市买的番茄的种子是可以用来种的 这就是我今年的操作 在超市买一个喜欢的番茄 就像这样把它里边的籽取出来 把籽放到一个筛网上面 把筛网放在水龙头下面冲 把籽上面的果肉全都冲掉 再用厨房纸把籽都擦洗干净 然后再进行种子催芽的工作 重新准备一张厨房纸 把洗干净的番茄种子均匀地撒在里边 倒一些水把厨房纸弄湿 然后放进一次性的塑料袋里 放在一个温暖的地方 过几天可以看到种子都开始长出小尾巴来了 这样催芽就成功了 然后把这个带小尾巴的种子直接播种在地里 我是在5月初的时候撒在地里边的 在买种子之前土地要进行一次伸番 因为番茄的生长周期比较长 所以它喜欢富含有机物的肥料 比如我们自制的一些堆肥 或者可以买现成的肥料 比如在土里混入一些牛粪土、羊粪土 第二种种植方法是扦插 对于慢生形的西红柿 不管是它的叶芽还是它的侧枝 都可以剪下来进行扦插 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 专门讲解了如何把一颗番茄变成多颗番茄 就直接把剪下来的枝条泡在水里 如果您家刚好养鱼的话 用鱼缸里的水是最好的生根水 或者也可以把剪下来的枝条 直接插在土里让它生根 用水培会比土培生根更快 不过水里扦插的番茄 要移栽到土里的时候 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就是我当时扦插出来的几颗 这一点也正说明了 番茄其实是非常好种的 浑身都是气孔 插在土里就能长根 第三种种植方法就是买种子 番茄有上万个品种 那么该如何挑选呢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样 一要看它的生长周期 是早熟型还是晚熟型 二要看它的类别 是矮生型还是慢生型 并不是矮生型的 就比慢生型的差 关键要看您习惯于 什么样的管理方式 买好的种子 可以像我刚才那样 在纸巾里催芽 然后直接播种在地里就好了 第四种种植方法 是去苗圃买苗 我的这四颗小西红柿 都是五月份在苗圃买的苗 我个人觉得 只要买最便宜的两寸盆苗就好 四五月份的时候 各个苗圃都会有大量的 各种各样的番茄苗可供选择 毫无疑问 直接买苗的话 可以帮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 再来说一下番茄的田间管理 首先是肥料 在番茄的开花结果期 我们要每周捕追一次磷甲肥 或者再补一些牛粪土羊粪土 如果您家里刚好养鱼的话 用鱼缸里的水来浇水也是非常好的 第二如果是慢升型番茄 每周都要进行剪叶芽的工作 第三浇水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从上往下浇 要把水浇在番茄的根部 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土壤里的真菌 感染到番茄植株 种番茄的土也要尽量保持湿润 这样就会减少裂果的发生 第四给番茄兽粉 番茄虽然是自花兽粉的植物 但是它依然需要一点点的额外帮助 种在室外的番茄 小蜜蜂会帮助它自花兽粉 种在室内的番茄就需要我们人工的 用震一震的方法 或者是用小毛刷刷一刷每一朵花 来帮助它进行自花兽粉 第五什么时候采摘 大多数超市里卖的番茄 都是在它们还是绿色的时候就采摘下来的 这样可以方便长时间的运输 我们自家后院种的番茄呢 可以在它完全变红了之后再采摘 这样味道会更好一些 如果担心被小动物吃或怕它掉下来的话 可以在它由绿转红的任何时间把它摘下 就这样放在室温 不需要洗 也不需要放在冰箱 避免阳光的直晒 过几天它就会由绿转红了 这里还需要提一点 未成熟的番茄含有番茄碱 番茄碱是为了保护番茄免受细菌 真菌病毒和昆虫的心害 是有毒的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到番茄彻底转红了之后才可以食用 好了 希望今天番茄种植的介绍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看